轎車追撞停等紅燈的騎士 桃園有一名重機騎士 在路口停等紅燈 被後方一輛轎車往前追撞 導致女騎士被撞飛倒地 受傷送醫 而另外在花蓮 則是有一輛鄉情車 在這六名部落長者 準備要回家時 經過路口撞上一輛休旅車 兩車撞擊之後 休旅車90度側翻在地 造成九個人受傷 鄉情車行進路口 攔腰撞上休旅車 兩車撞擊後 休旅車90度側翻在地 鄉情車則是趕緊停下 而車上還有六名長者 全都受傷等待送醫 要去醫院嘛 長輩們受到驚嚇 在一旁等待救護車 兩車內除了一名富人 左肩骨折外 其餘乘客及駕駛 則是手腳擦傷 嚇到喔 有沒有受傷 有內傷 還好大哥還好嘛 車禍就發生在 花蓮民深路與吉林路口 29號中午12點左右 花蓮一名長照機構的 流姓女員工 開車載著六名部落長者 準備返家 途中行經閃黃燈路口 與一輛休旅車發生碰撞 供釀成九人受傷 索性治療後均無大礙 初步研判為閃紅燈 一方位裡讓閃黃燈車輛 且兩車都沒有注意前方路況 才會釀貨 另外車禍還發生在 桃園萬壽路上 一名女子騎著黃牌重機 停等紅燈時 卻遭到後方一輛轎車 往前追撞 女子遭撞後倒地 連安全帽也噴飛 索性只有手腳擦傷 亦是清楚 送醫後也無大礙 記者花蓮桃園綜合報導